哈喽大家好 这是苏莉 我今天是给大家录一期 我自己自用的评价不超百元的化妆品 适合那种新手小白呀 还有那种学生党 使用的就是很评价很很超值 使用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些化妆品 分享给大家 然后且相对的话 是只代表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 如果意见和建议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评论 然后我会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那我们分享不多说 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电三连 嗯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价格和产品名称 我会打在左下方 然后供大家来参考 嗯我第一款要说的是那个这个 哲令的11号唇釉 颜色可以说是那个 YSOL的爱心唇釉11号色的一个替代 这名字的话可能也是差不多 然后它是个奶茶的烂番茄色 它就是比烂番茄的话稍微温柔一些 就是比较适合日常使用的呀 然后它是镜面的一个质地 嗯高细感很强 黄皮的话也是可以放心入的 唯一的确定是它可能比较黏 但是你喝水的时候 你可能也不会觉得它很沾杯 所以的话我推荐大家入这一款 然后颜色 厚涂在上面包图在下面 真的非常好看的 然后第二款的话 这个是一个泰国的土耳瓷口红的16号色 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吃土 吃土豆沙裸色的一个色调 然后它的质地是那种比较雾面啊 然后丝绒还有点滋润的那种吧 就是你涂的不会拔干 但是它又有一种很棒的那种雾面感 就蛮多人会喜欢这种感觉的 然后上唇的话它上唇之后 你去喝水的话沾杯的量 还是相对比较少 而且涂上去是很有气质的感觉 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不太适合黑皮 黄皮跟白皮都可以放行入 因为它是一个冷掉的一个颜色 湿色在这里 厚涂在上包涂在下 然后实际的话可能会更深一些 也是一个蛮好看的一个颜色 推荐大家去购买 然后接下来的话 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梦妆的 类似于那个阿玛尼的405号色 就最近很火很火大名鼎鼎的那个烂番茄色 然后在前面那个奶茶 那边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它颜色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深 然后这个颜色就不是很采雷 基本上所有的肤色都是可以 而且超显白 巨显白 质地是那种丝绒滋润的那种不沉 不过是不沉默的哦 同样的色色在这里 上面厚涂下面薄涂 这样子看的话用的是灯光皱 可能来说有点不太相似 但大家把 它不是这样的颜色哦 好 现在回来 接下来的话是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它塑的一个眼线叶笔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样子 然后的话 我买的是灰色是适合那种日常啊 还有那种上学什么使用 就它会比较自然嘛 而且它就是眼线笔 它是细细的这种 特别好勾勒 然后基本上你要去上的话 低皮就可以成型的 然后自然的话也不易蕴染 就会感觉是特别好用的一款 就是适合新手啊 还有适合学生党 这样子日常的一个使用的 一个眼线叶笔 眼线叶笔的湿色在这里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灰色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 还是 他塑他们家的一款 火焰慕斯石料色的眼影盘 然后的话这款眼影盘 我是用了蛮久 因为它包括你 平时用的几乎 所有的一个妆 都可以加入得了的一个眼影盘 就是你想要化什么样的妆 基本上这款眼影盘都可以 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 就是日常空袭呢 它是04号的紫灰豆沙色 然后的话 它是比较适合新手的 因为它压盘的比较实一点 它上色没有那么重 所以的话新手用这一盘 还是没有问题 学生党日常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试色 试色在这里 能看得清楚吧 这个有点反驳 然后第四款是这个 重头戏来了 思青夫家的巧克力双色眉粉 然后像我这种天生毛色 就比较做完 眉毛就有颜色 基本上不化妆都很浓的那种 就可以只涂眉粉 全冲一下就ok了 然后的话 它可以当修容使用 并且的话 用你做那种大地色的妆容的话 用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平时日常 这样子 就我平时日常 可能只要一只口红 再加一个眉粉 去补妆用就ok了 然后它是有两个颜色 一个稍微浅一点 一个稍微深一点 然后试色 在这里 上面的比较深一点 下面的较浅 最后一款是 有你家的散粉 这个散粉真的是最近的 我的一个救星了 因为最近天气也是很炎热嘛 包括厦门这边 要刷就到三十几度了 真的受不了这种天气 然后就基本上早上起来 刚洗完脸 没半个小时刷 脸就油了 摸一摸鼻子可以炒菜了 然后这一款的话 我基本上早上洗完脸之后 打一下什么水煮霜啊 然后涂一下 装起来粉底什么的 上完之后 再给它拍一层这个上去 到中午的时候 鼻子才出了一点点油 所以这款强烈推荐油皮使用 真的超好用 有你家的散粉 然后它的粉质就是这种 白色的 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它里面自带的一个小粉图 好啦 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然后记得给我点赞收藏 加关注 休息的见 拜拜